我在婦聯家庭服務中心 主要是負責單親網絡互助服務的工作 平時都會負責單親家庭的投助需要 亦會協助婦女處理她們的個人 家庭或婚姻輔導 我每個人的成長 跟家庭一定有莫大關係 還有在孕育下一代方面 家庭也是一個重要角色 父母親的關係 和小朋友關係也很重要 人生都可能一旁風順 見到家庭也不容易 還會有些障礙問題 有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用第三者角度 幫她分析和解決問題 如果面對困難需要投助的家庭 經濟上、情緒上 我們有專業的社工幫她輔導 如果有些經濟面對問題 我們婦聯會也有些基金 可以幫助有需要的家庭 經社工去家訪、探視 然後發現年齡真是這個需要 我們每個方面都非常樂意 關懷大眾和有洗社群 都會提供一定的協助 我叫志葉寧 我是一個在職的媽媽 我叫梅澤軒 今年九歲 現在我讀成年級 我和媽媽一起玩的親戚活動 我開心 我會參加過年日親戚活動 因為她給了我和弟弟相似的機會 而且她讓我們有共同的言言 我很喜歡婦聯 因為在那裡可以認識很多新朋友 有什麼工作不認識 那天認識 各位父母都會教我 我下班之後要買送子飯 然後透過家庭 她已經在那裡 不認識的 已經是哥哥姐姐教了 教她做完工作回來 我媽媽吃完飯 只需要和她溫習 今天學過的內容 以及應付要測驗的內容 這樣就可以了 都減輕了我的負擔